大家好,我是彩虹平權大平台的翁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彩虹平權大平台 我們是2016年差不多開始成立 我們主要是在當年的時候開始做同治議題、同治婚姻的推動 在2018年的時候大家知道公投 到2019年的時候我們就是同婚專法通過 其實在同婚專法通過之後 大平台致律在做政治同治友善的部分 我們目前有做一個網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使用過或有沒有看過 它叫Plywatch 在2022年就是去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利用了這個 做總回一大選的一個官選指南 在這邊你們可以看到 在這裡你可以去查詢自己所在的縣市、區域 有哪些候選人是在我們這個網頁上註冊 他是願意承諾他是性別友善的候選人 當然包括縣市長、縣市議員跟代表 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就是候選人可以上去去登記 去做他對同治友善、性別議題政策友善的一個承諾 另外一個部分我們也有在做註冊就是彩虹選民 讓當地的選區的候選人可以看到 其實如果我是一個支持性別友善的候選人 其實我在這裡是會有選票的 那這是我們利用這個 因為我們之前就有在做非常多各地縣市議員的分享 那其實我今天就只是要講說 我們明年就是因為立委後選 然後我們要做改選 所以大家對於新北議題跟自由行政策友善的 !